HELLO 大家好 我是范茄Yuri 今天我們又回到老九門 上距離我算是錄有一段時間了 剛剛那一段應該要馬掉 我其實很喜歡這首歌 但它好像也是那個 電視劇的主題曲 對 然後然後那個 上次忘記是誰啊 猴帥嗎 完了 我忘記了我看一下 sorry 然後我的眼星因為現在30等 可是我後來有自己在練一個帳號 那已經50等了 就 因為這個要顧及到錄影的關係 昨天媽媽在看 因為他就是有留言給我 我覺得你這樣大概就知道我是什麼時候錄影 他就說昨天媽媽在看老九 其實我也很想看老九門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的有些影集好像 他會被擋欸 我明明已經裝了那個 瀏覽器眼鏡 然後結果還是被擋 然後還是不能看 我就一個 唉 然後我後來就是 只能去搜那種片段片段這樣看這樣 老九門還蠻 我覺得有一部分我會對老九門的劇情 這麼的喜歡 可能是因為我以前是盜幕的名 對 那個時候我最喜歡 沒有屏 然後我現在發現我回覆留言 不一定會回覆欸 不一定會回覆欸 就是那個軟體好像有點問題 所以我有時候以為我有回大家留言 結果好像沒有 就我有一點莫名其實 對啦 好啦希望大家喜歡看我的影片 當然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 就是留 有建設性的 拜託 有建設性的 拜託 對 什麼叫有建設性呢 就是他真的會讓我給我一個 建議就是 喔我知道說 所以我應該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很遺憾我被踢出去了 對不起 那我又要再重新加一個幫派了啦 幫會 喔 看看他會不會守我 好 然後 然後 全部刪除 確定 交所有 確定 好 看一下七日目標 就進來 第一件事情都是要把東西看一看 好 那我們先 劇情吧 劇情劇情 聽說你年輕的時候在那城外喇嘛塘附近的礦山上當過礦工 嗨 那都是什麼年月的事了 我都是把年紀差不多都忘光了 就記得那時候礦山來了 窩國人說礦山被他們買下了 然後就把我們遣散了 欸欸欸欸 我的帽子欸 摊財密探 果然 這些窩國人摊財好色 區區幾個小時就把他引出來了 幹掉他之後再去問問那老頭有什麼話沒說 使用 網路似乎不太好 漂亮妹妹 你的氣泡還蠻好看的 齁 好伸手 老漢我早就知道這附近有小鬼子藏著 有話也說不得 得 你把我把帽子點回來 我把知道的全告訴你 幫乞丐撿回破帽子 大觀人你明明面慈心善想必不是什麼惡人 那邊樹下有很多年前我買下的一個帳本 裡面記著當年在礦裡的事情 大觀人聽老人一句勸 那礦山真惹不得啊 好啦我們又要去挖東西啦 好像一直在做這樣的工作對不對 感覺上我好像就是躲避不了這個工作 唉唷是陳皮的手下 嗯?你是什麼人? 不想活了嗎?敢從我手裡搶東西 什麼?你的地盤 笑話 這長沙只能是老九們的盤子 死了 這個時候呢 大家一定要記得強化 他後來我發現他是可以移轉 就 一鍵香籤啦 他是可以移轉那個 強化的東西 跟強化的能力 跟香籤的寶石 所以大家就放膽的強化他 或是香籤他 我一開始很怕他就是綁定 你知道嗎?就是等於我裝在這個 裝在這個武器或是裝備上面 然後我就不能用了 超級害怕 先裝基本裝備吧 護腕 沒了 還有什麼? 護符 項鍊 好 強化 不要40等 我忘記了 求饒 前面有無果的據點 好 看在這個消息的份上 給你個痛快 轉移視角 可惡的小鬼子 果然卑鄙 大隊人馬撤走了 還要留下一顆釘子 欸 其實這樣看 他的人偶其實做的還蠻不錯的 大家不要忘記就是手遊啊 哇 現在手機遊戲 我忘記這人是誰啊 喔 好像是趙趙吧 趙趙就是看我 在玩遊戲 因為我都是用 我錄影就是用模擬器嘛 那錄影器 你可以放大的話 但會放大 所以 這時候一開始以為想說 啊這是什麼新遊戲 結果說 喔不是啊 這是那個 就錄完以後他才問 然後我就說 啊這是我們那個手遊啦 手機遊戲啊 你去那個 你自己手機找一下商店 然後你就會看到 他就說什麼 那手遊 我說對啊 我說 哇那畫質還蠻高的 我說 嗯啊真的 最近手遊好像都是這樣 好啦 不愧是大佛爺看好的人 好樣的字 翻行動敲山正虎 想必能讓長沙城裡的 我國人安分幾天 那礦山果然 有大問題 可惜 二爺不願出手 八爺說的沒錯 那乞丐真的在礦上幹過礦工 還勸我不要沾惹那礦山 不要沾惹真的不要沾惹 可不是 根據我的推演 那礦山中有人形物學 似乎 與藏經有關 藏經有關 這事還得佛夜出馬 可惜二爺不願意出山 要不然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想當年 二爺跟丫頭的事情 在老九門的圈子裡 也算是 也算是一段佳話 那時候 二爺在快活了喝早茶 看到一個十幾歲的丫頭 被龜公 揹著遊街 丫頭一眼就看到了二爺 唉 想要二爺出手 我還得看丫頭 好啦 活落傘 那個儲備都是在這個圈圈喔 就是你的左上角那個角色旁邊不是有個圈圈嗎 像太極符號 他基本上都是儲在這裡 嗚 丫頭 咱們也算是老鄉時 我們的來意 想必你也清楚 二爺他 二爺他 佛爺和九爺 你二爺可是稀可 不過 我一個附到人家 男人家的事 可不敢隨便唱 哇 丫頭是病得很重的 佛爺 佛爺 男人家的事我不想餐火 上公不願做的事我也不願強求 我只是個附到人家 等我一下 我先關閉他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聲音有點大 我們來調整一下選項 恩 同屏玩家 小 小 拜託 少 OK 應用設置 然後 語音設置 背景音樂 小一點 好像會不會太小 我70好了 757575 一款遊戲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在於他的 音樂劇情跟 人物 我突然忘記還有一個 總共三要素嘛 對不對 好啦 趕快繼續吧 廢話不多說 好 完整任務 欸 有人在偷聽 蛤 窩國探子無孔不入 若不是佛爺聽力過人 這消息就走漏出去了 先幹掉他再說 長沙城裡造樹都是鬼子的密探 看來距離他們動手 應該不遠了 這個節骨眼上 還是問問佛爺他們接下來 該怎麼辦吧 哇 那個小姐好美喔 有看到嗎 那個橋上小姐 沒看到的話 大家自己往回到寺廟吧 萎萎的小姐 那個腿 那個腿 雖然我是女生 可是女生的時候就是會很羨慕 有些人的腿 就是很長很漂亮又很 先結實嘛 應該說就是不會很胖 可是又不會說沒有肉 這是剛剛好吧 丫頭剛才突然發病 沒想到注射了下人端來的一支西藥 就馬上轉好 莫非這樣 謝九爺剛剛偷偷把針筒藏起來了 也許他喬出裡面有問題 不如去問問他 立即傳送 馬上轉好 可是我覺得這種藥 如果他會馬上轉好 他還會一直渴嘛 簡單來說 就 這是 越想越蹊蹺 還是先聽聽謝九爺怎麼講 怎麼說吧 兩位 你們看這是什麼 這 剛才丫頭發病 我看他用藥之後 統統馬上止住 莫非這西藥 真的能藥到到病除 藥到病除 這怎麼可能 這針筒裡的藥水 應該是馬飛 天啊 馬飛這東西 治標不治本 陳平那傢伙帶來的一生一定有問題 九爺 二爺不肯出山 丫頭不肯相助 或非 就沒有辦法 死局 除非能醫好丫頭 否則 啊 丫頭活著 二爺永遠不會出山 丫頭死了 二爺會隨 丫頭殉情 死局啊死局 但是據我觀察 丫頭已經病入膏肓 好在有線人傳來消息 北平新月飯店近期拍賣兩藥 正適合丫頭 是不是 應該告訴二爺 要進礦山就必須請二爺出手 要進礦山就必須請二爺出手 北平有藥能救丫頭 想必這次二爺不會再推辭 對對對 我們趕快趕快 天啊 希望真的能救丫頭 可是我記得電視劇中丫頭最後還是故事了 嗯 我覺得手遊的地方應該也是不會變的啦 佛爺和謝九爺分析的條條在裡 想必二爺也不會拒絕 不如去看看 剛剛是俯刺圖嗎 哈哈 那個位置有點尷尬 小尷尬 山與玉來豐滿樓 長沙這機界看是沒辦法平靜下來 早晚要與小鬼子一戰 先幹掉眼前這人 咳 唉 此时长沙城里到处都是窝国密探 说话要小心些 所以他带来药是马飞 此药来自窝国人 第二就是我们必须要赶到新月饭店 要快 真的 能救丫头 好 我同意 丫头这 刚刚是卡点吗 我很好 你是陈皮的人 看来你是想把消息告诉陈皮了 那就对不住了 唉 这真的是动不动就杀来杀去的 也是蛮可怕的啊 谢谢 护尾好友 护尾好友 所以我有被加入那个吗 帮会 那我继续申请吧 看一下 门油瓶申请加入 申请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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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比较不提啊 因为我不会 永远是在线上啊 嗯 伟爷 哈 我有帮派了 陈皮这人 因狠毒辣 身为有门 中人却跟渡国人 搅和在一起 现在事情急急 顾不上理他 等回过来 哼 那里是北平最大的地下黑市 出入饭店非常严格 没有蜻蜓 根本就进不去 唉 进程是需要文件跟通关文碟 可是进入新月饭店 却需要一张晴蜓 情况凶险 不知道老拜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每天二十次日常任务 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经验值奖励 还有几率得到 其八爷友情众送的藏宝图 OK 好 所以他是叫我们要先试吗 好吧 我们试 Try Let's go 日常 棒棒糖 第一个 帮小女孩找到棒棒糖 如果你不用自动搜寻的话 你会知道棒棒糖在哪里吗 一开始 一开始 是不是 那个位置就是 你怎么会知道他在哪 所以这其实都是叫你要使用 手机游戏基本上都是自动巡路 可是线上游戏的话 我就不太推荐这么做 但现在很多线上游戏都已经开始 就自动巡路 我刚刚什么话都还没有看到 他就已经关掉那个视窗 好吧 副本 静儿宫 千层静儿宫 好我们可以挑战看看 挑战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样 今天我目标 起码新月梵店要解决嘛 对不对 额 扇财同志 不要扇我的财呀 哎呦扇财同志看起来很奇怪 他过三秒以后会自动进入下一层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挑战像这个的话 你可以 你等级到一定以后 你也可以不用 不用开 就是不用去顾然后让他自己跑 然后就可以去先去做其他事情这样 OK 你们觉得我会到第几层 就以目前等级的话 推一下 哦 第四层也通过了 哦 首次通关 所以它是五层五层 你等下给一次奖励嘛 哇 三十等 还行 这是什么 近婆 以前啊 我还记得我以前 那个时候在看盗墓笔记的时候 我同学啊 就是他把所有 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角色都 不只是角色 然后角色的关联图他也可以画得出来 然后有什么 什么怪 碰到什么怪物啊 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然后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变的 他也记得一清二楚 我真的觉得 当时我真的超级崇拜我那个同学 非常 非常 糟了 看来我们今天应该是没办法进到星球饭店了 好啦我先退 离开离开 确定 失去buff 正折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有限 那这个就 之后就是 今天这路给大家看过一次之后 我就 自己打 自己打 对 然后日传任务 我记得还会有一个 云童世界的 自线任务 嗯 推荐你大概到40等他就会出现 对 就大家可以靠那个来练等 因为越到后面关卡 前面练等真的是超快的 你这样接一接他就 就满了嘛 然后你之后 到木中的时候 去倒斗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 怪会直接一次爬4等这样 那你的升级可能就不够快 他没有语音 力量是转式生存之本 保卫 保卫家卫国 靠你我等人的共同努力 鬼子 冰临城下 各路名探在长沙四处活动 说话做事 一定要小心 不要走漏什么风声 去跟老爸聊聊 好 在探子传来消息 此次新月饭店拍卖 有富商从银川过来 过武汉前往北平 此人姓彭 此人姓彭 明山鞭在银川 盈川盗卖杀士起家 杀土啦 杀士是什么 这彭三鞭 惯用鞭子手下 竟是王秘之徒 像从他身上拿到 琴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彭三鞭可是我们进入 新月饭店的唯一机会 北平之一路凶行 我不能不管 只能万事小心 抗战在即长沙城 到处都是我国人的眼线 此番出行 必须神不知鬼不觉 好了 我们就进去吧 这应该是副本 副本啊副本 哦 好可爱音乐 有点俏皮 我看是副本 我看是鞭三鞭 哪来的小徒子 也敢冒充老子的名号 二位都说自己是真的 口说无凭 不妨就彼此鞭子 哇 哇 為什麼是我們打 所以是二爺跟著我們一起打 好 是寶箱 是寶箱喔 好 離開 哇 所以我們就這樣進到了隱 隱 星 月 好啦 我們這一集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點個喜歡 有想說的話可以在下方留言 最後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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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